这几年圣灵带领跨教会 跨机构的连结 像是云林福音使命团 西海岸发展协会 云林牧者联导会 以及云林祷告店的牧者 和弟兄姐妹 这群带导团队发起行走祷告 透过走访不同的乡镇 了解土地历史 持续用祷告祝福西海岸 另外10月下旬 烈焰勇然RPG祷告特会 云林厂全国带导者总剧中 尸体和线上就聚集了600多人 众人呼求 台湾只有一个教会 主啊 愿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台湾只有一间教会 就是神的教会 云林县的我们不管牧者 或是在职场里面的弟兄姐妹 已经开始了一个预备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建立的 一个教会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不管比较大一点的 夫妻教会或是长老会 其实我们都不断地跟他们沟通 这样一件事 就是为了往后走 我们怎么来真正做一个美好的连结 真正合同心合意 在云林这块土地来兴旺福音 我们很多教会也开始在注意到这个RPG的一个运动 事实上可以比较容易来吸引教会的弟兄姐妹 做一些的连结 所以我们期待 所以我们期待云林的牧者更多来追踪这个RPG的这个福音的运动 杨道路牧师也在信息中勉励 带导者是至高的呼召 不要再隐藏 兴起更多带导者就会改变土地的属林氛围 进而能够收割庄稼 第二个马上带导者就会改变土地的 Bloopers